這個練習很好玩 如果大家有粉筆、粉材或什麼都沒有的話 都可以試用一些重B數的筆 屯門畫室終於有網上課程 下面的資訊欄有連結 快加入成為Patreon會員 大家好,歡迎來到屯門畫室 今天想說的是 碳粉時用格學出樣畫 今天用一個中文的掃描紙 然後用木碳蒸粉 依然出品,即是把碳磨成粉 如果沒有的話,就像上集一樣 用一個碳筆,用一個芥末的芥末 也可以用一個芥末的芥末 然後用木碳 兩樣的芥末 當然,最重要是用芥末塞膠 看看如何 好,首先在紙上灑一些碳粉 然後用手指把它推散 那我就先塗一層碳粉底 沒有的話,用黑色粉筆也有接近效果 好,接著呢 接著呢,你就用那個刷膠 就當它是一枝白色的筆 這樣就 做了一個大輪廓線 大家看到中間那個呢 就是鼻哥 然後上面額頭 左右 我有兩個拳骨受光的位置 今天我畫一個男人的樣子 用那個刷膠的時候 如果你把它弄得細 就會拿到一些柔的線 就是一枝細的白色筆 這樣的概念 做完之後 記得要用一個刷膠去拿緊一點 例如眼睛 上眼線 或者頭髮線的位置 都要做完 好了,現在可以刷大力一點 就是你當那支白色筆 就是那個刷膠 起了一些比較強的高光 慢慢大家看到那個樣子 上面頭髮的話 也是用一些刷膠去做一些髮線出來 再光一點的位置 在左邊的拳骨 然後在左邊那裡 就要看看臉部去到哪裏 這個練習很好玩 大家如果有些粉筆 粉材 或者什麼都沒有的話 真的都可以時刻用一些重B數的筆 素描筆 例如6B、8B 刷些粉出來 然後這樣做 都做到相似效果 當然啦,我今天用碳粉出來的效果 最明顯 好了,我們看到上面的樣子 下面我們做一些鬍鬍 那這個素描刷膠 即是有黏性的刷膠 那用來用一下 例如現在這樣 用它刷掉 就是Tracco 它之後就會 刷不太多其他東西 因為它都黏到滿了 每次使用的時候 記住小小塊 用完 它再黏不到東西 你把它扔掉 開一塊身 然後再用一個筆 刷膠的方向 你當作白色筆 你要跟著頭髮生長方向 或者是臉部的肌肉方向 像上集一樣 我想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做得很困難 做得很小 你可以用一些 4-5B 重點B數的圓筆代替 但當然 我這次一次過 用碳筆的感覺 比較貴一點 頭髮深一點色 用刷膠的畫法 用一支 像樹枝般粗的碳筆 有時很細的位置 會很難長 有時要試幾次才行 順便買一個廣告 接下來 我會在Google Meet 教一個網上的 測試班 即是大家如果想學 這些碳筆素描 在家中 就可以跟著我上網 學到 這條影片之後 會有這個課程的說明 報名的連結 就是在下面的 描述 我在上面 希望在我的素描班 見到大家 拜拜 享受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想說的是 遇行Google Meet 網上課程 這次是碳筆素描的入門課程 好 這次我們 嘗試教一些沒有教過的東西 我會教碳筆 怎樣畫畫 上課的日期時間在這裡 接著我們完成了上半部分 我們完成下半部分 好了 接著你現在掃什麼呢 做木了 我們先掃底 我不知道它的底是多少 我又在這裡 記住拿個1去量 我又拿貓壓頭 和那個2袋洞 這些就是上課同學的作品 大家可以看看 好玩吧 好玩吧 好,我們看看課程是教甚麼 整個課程有六課 每兩課我畫一張畫,總共我們畫三張畫 基本上我們會在第一課的時間 我會教怎樣建稿,量度比例,構圖等等 然後小小的,輕重輕重 大家建好稿,搞定量度位等等 第二課我會在這裡轉進去 慢慢是技法,深淺變化,慢慢微調 如何調整完之後,再進去 基本上流程都是這樣的 有上過我以前素援班的課程就知道了 我們看看題目 好,我們看看第一章我畫甚麼 第一章我選了一個很深色的 有一個女生的,就坐了櫃,有一點是figure的 不過容易處理,因為它是布,就將手手腳包住 大家初初學會容易處理 同時,它比較重的這個顏色 可以享受到用charkle畫畫的 落濃厚重的味道 你可以當是figure畫,或是steel life畫都可以 我覺得第一張畫,大家可以用一個warn up 是非常好 第二張,我就用一個landscape 有一個風景畫,但我有兩個人在燒東西 這樣就可以看到碳筆的深淺變化 同時後面有些樹 我們可以有些landscape drawing的技巧 可以教大家怎樣畫樹 前面那裡,因為它有很多層層的層 前面有一個人,中間有很多煙 後面還有一個人,然後後面還有一個樹 層層層層層的變化就是這兩堂中間畫的主題 最後我就找到一張有眼而口鼻的 這次就看到了,也是一張figure drawing 也是一些charkle 跟第一堂不同,有很多大的筆竹可以運用 我們有纖細的筆竹 這堂有比較豪邁的筆竹可以畫到 背景有深色,有更多刷出來的效果 以上就是為期六堂總共三張碳筆掃描入門的課程 大家可以在留言上,我會有連結報名 大家可以自備Tracco 或喜歡的購買 希望大家在Google Beat 見到大家 我會喜歡的MiniBid.com,拜拜